我叫徐家樂 在SDM中大家都叫我家樂仔 學了跳舞已經13年了 主要都是學爵士 我有做助教 我從三歲開始就先考TTB 18歲的時候就去考老師的牌 因為我始終都在SDM中學跳舞 對SDM都有很深厚的感情 因為我也是SDM的老師教出來 我就當老師是一個榜樣 也很想學習他們去教跳舞 教自己在SDM中的師妹師弟 我以前一直考試 都是Honor,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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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or plus 但到了Jazz4那年 出來將成績表上寫著 Highly Commander 我就是想試試 可不可以考上一個自己理想的成績 其實那年都害怕 因為要重考Jazz4 但自己都在學Jazz5的東西 所以就怕會撈亂一些動作 最後考完出來 Jazz4會拿回Honor Jazz5都是Honor 其實現在想起我考多一次 是值得的 不會因為有這個不好的成績 而去氣餒 不開心到想放棄 而是想究竟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始終不會想放棄 我自己這麼重視的一個興趣 小朋友不喜歡考試 就很正常 大家都會知道這件事 但我覺得考試 其實是對你能力的一個認證 你考完試出來 看到自己的成績 你會知道自己究竟有些什麼好 有些什麼不好 應該有些什麼要改善 打好你的基礎 姿態其實是漂亮很多 藉此可以幫助到你表演和比賽 有好的表現 不是說考試是一定要為了一份證書而去考 而是給小朋友一個很好的經驗 自信心 對他將來長大之後 或者是對學業方面 學校的一個表現 其實都會有提升 除了課堂上面要練之外 其實回家之後 都會練 雖然自己可能沒有音樂 但是 都會自己心裡 就想著音樂 跳出來 做一下功課 溫習的時候 一字馬拿著一本書 一直背 進入考試的時候 就給自己信心 不要怯 對著考試官 不要表現得很緊張 怕死自己 做不到這些動作 或者是怎樣 就是要告訴別人 哇 我好聰明 其實你是做到的 給點自信心 笑容 其實已經很好了 好幾個月 我會怎麼看 我會不會想到 你了解 我會不會想到 你對付近的 去看 你會不會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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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想到